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八一五 三种智慧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人性大家都一样 人性都是贪生怕死 都有自己的弱点 成为人性的弱点 人性都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的 因为人性都是为了让自己存在 都以自己存在为第一优先概念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但是 每个人不但长相不一样 连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你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不可以一样 你教育的方式不可能一样 所以才需要因材施教 每个人因缘条件不同 这些因缘条件包括过去的经验 背景 学历 和多生累劫 所培养的一切 假如你没有很高的智慧 你根本没有办法教化别人 身为父母 光是教家里的孩子就教不来 自己生的都不能了解他们的差别性 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人性大同小异 但你不可以只了解个性 而不了解人性 也不能只了解个性 人性 而不了解佛性 我以前教义经时 跟同学讲过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你们要在同中求义 接着 你们要在义中求同 同中求义 人性是一样的 但个性是不一样的 一中求同 虽然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但他们人性的弱点是一致的 如果你懂这八个字 你会用 你就会有很高的智慧 一切现象 必尽空极 一切现象的本质就是空 所谓人性的总相 即人性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人性 都是有侧眼之心的 人之初 性本善 纵使坏人亦如此 法华经约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 究竟平等 做一个总结 归纳 说人性也好 说个性也好 此两者根本不可以拆开 它是从佛性展现出来的 故众生是平等的 人人皆有佛性 我以此三性来告诉你这三种智 三种眼 三种层次 以人性来说 人的内在 在他还未觉悟时 都是一样的 你谈事情 要直接了当 把握当下 在你生命中 对和你最接近的人先谈 这个人 就是你自己 你要去应用 就要从你的家里去用用 这样 你才能去展现 佛 已经成就这三种智慧 而我们只停留在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看这个世间都不一样 这个世间当然很乱 当然不太相合 故世界的纷争 战乱 不能停止 如果你这三种智 一个也没有办法做到 你可以先学习观无常 你就不要执着 因为世间都是无常 你要执着 也执着不来 你要抓它 也抓不住 你要留它 也留不下来 这不是勉强 而只是事实 我在山上 只遇到一次金光党 他们两个人告诉我 他们从金山到台湾 来做挖土机 结果不小心挖到黄金 他们说 他们看到我这个师父慈悲 被要私底下跟我换 我当然不会起心动念 并非我的境界 并非我没有贪心 而是我一看就知道 那不是黄金 你叫我贪心 我怎么贪 你叫我执着 我也执着不来 你要做 也要做得像一点 你要编故事 也要编得好听一点 故事编得不符合逻辑 冒昧的黄金 做得也不像 并非我是高手 不是我有智慧 而是那些人愚昧 这就是 如果我清楚看到 这个东西是无常的 我干嘛要执着 你不可以强迫别人修行 也不要强迫别人放下 道理不懂 怎么修行 道理如果懂了 叫你执着 你也执着不来 你懂了 你的内心世界 自然就变了 说三个智慧 是不得已 才这样讲的 其实 这只有一个 心 知见 就是你的心 正知正见 还是离不开你的心 佛之之见 就是佛的心 佛的心 就是我的心 我的心 就是禅心 文后思维 一切智 道种智 和一切种智 你能从 哪一种入手呢 心平 何老耻戒 行旨 何用秀禅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